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OMICA 2023年6月的新车 是长河车 的连接车 三菱的连接车 三菱的连接拖车 盒子这样子 然后这款蛮有趣的 就直接猜猜猜猜 然后大家还是再讲一次 TOMICA的会员集点活动 原本预计6月结束 现在改成到9月 所以点数没有意外的话 还可以用 应该 三个月 应该至少还有两波 以上吧 大概 这一款我觉得蛮有趣的 内容物很多 车子也很多 打开里面这样子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是分开的 这一个 它是可以拉出来的 这有个油压的那个 连接法 然后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我不知道只要附了一个 这一个 这怎么开都像一只钢弹的手臂啊 然后它虽然是不能动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蛮屌的 这是钢弹 我相信我把它认定它就是钢弹 然后这一个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车子就这样 然后这个是可以弯曲的 它设计上就是 呃 整个后面的部分 载具的部分 会因为商品来调整它东西 那个车子的车距啊 然后这个扣起来 这边这个扣起来 基本上就可以了 扣完后这样 还是可以动哦 注意看这个抑压 抑压法的部分 它会跟着上面的引进动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死亡 呃怎么讲 死亡角啊 那叫什么角 反正就是 视线死角 对我们讲的视线死角 就车子 如果一般我们讲这样开嘛 如果弯曲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会多出一个角啊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下 上面看到 我都看不懂这个手 前面车头这样子啊 先把这整只手拔起来 里面附个三个零件 分别是三个钢材 跟这只手啊 我手上面还有钢硬 这里很有趣 这真的是钢弹的手 车子车头这样子 这个是可以弯曲的 底部这样子 2022的新车底啊 前面车头这样子 侧面这样子 上面转一圈 然后车尾的部分 这个掉臂的部分 是可以伸缩的 然后这边一样 有钢硬啊 侧面上面上 那另外也可以载这个啊 那不废话 一样扣上去 往外拉 先载这个给大家看 基本上这种车子 应该在台湾比较少见 国外那种 比较地大物广的可能会比较常见的 装后 这样 那样 它这个弯曲也可以弯啊 但其实弯的幅度就没有像刚刚那个 短臂的时候那么长 这样子 侧面 上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 钢条 这应该是铁柱啊 体部这样 然后也有钢硬哦 所以它所有的零件上面都有钢硬 刚刚没有看这个 这个也有 对都有钢硬 那样 先扣上去 然后这一个往前拉 所以三个零件它都可以在啊 底部这样子 上面 后面这样 这边并没有装什么 车灯的零件 有点可惜啊 侧面 转一圈 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我蛮推荐 但是我也相信这个小朋友玩应该 不适合小朋友玩 我觉得这个零件 久了会被小朋友折断 因为你像我这样子已经是极限 但小朋友不懂什么叫做极限 它会 帮你找出玩具的极限 车子本身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可以拉 油压阀的部分可以拉 侧面 侧面 有兴趣的朋友考虑去购买啊 这是三菱的连结拖车啊 算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车款 有些车朋友考虑去购买